举国关注的沈可廷文行脚车意外案今天进行案件管理 上诉庭责定6月28号再次进行案件管理 中国报报道沈可廷律师温德吉星解释 沈可廷上诉需要再度过堂 是因为部分法庭文件还没有准备好 温德吉星也透露 上诉庭副主部官摩哈摩凯里今天通过Zoom主持过堂时 责定6月28号再次进行案件管理 案件管理不是聆讯或审判 而是当事方协调文件等事宜 例如必须准备入柄提供或交换哪些文件 以及协调庭审环节的司法程序 媒体早前报道 联邦法院前法官戈巴斯里南成为沈可廷的辩护律师 并领导辩护律师团 2017年沈可廷驾驶的轿车撞上一批文型脚车少年 酿成八死八伤的悲剧 尽管沈可廷获得推示庭两度宣判无罪 但今年4月13号 青山高亭推翻推示庭的裁决 认为沈可廷疏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即日起监禁六年和罚款六千令吉 沈可廷后来提出上诉 他会不会在上诉庭推翻最绳裁决 备受注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栿不语